大家好,我是芝麻开花 前几天呢,我教大家怎样在室内水培豌豆苗 好多朋友非常的喜欢 但是呢,也有上班的朋友反映 没有时间一天两次的给豌豆充水 下面我就教大家一种更省事的 不用天天充水的方法,非常省心 一周呢,就可以收获 而且种出来的豌豆非常的水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虽然只有一周的时间呢 个子呢,就长得这么高 而且是那种一掐就有水的那种嫩 下面我剪一些出来,大家看一下 我来先掐一根尝一尝 嗯,非常的水嫩 咱们自己在家种菜,就吃它一个嫩 千万别让它长老了 早早割了第一茬,好让它长第二茬 因为豌豆可以从土里头不断吸取营养 第二茬的豌豆长得不比第一茬差 室内土培豌豆苗容器就选一般的花盆就行 我这是种了一大盒子 一般小家庭选个中等大小的花盆 可以错开时间多种几盆 这样每天都有的吃 下面我就详细的介绍我是怎么种豌豆苗的 又有什么小窍门让豌豆苗发的快长得嫩 首先我们准备豆子 和水培豌豆苗一样 我们不用去买专门的种子 直接去超市买实用的豌豆 我是在superstore wholesale买的 就是这种大包装 五公斤一大袋 英文叫green piece 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种豆之前我们开始最重要的一步 选豆子 把有损伤的不完整的或者颜色发黑的都挑出来 这些坏豆种到地里不会发芽了 很容易腐烂 现在咱们准备泡豆子 那么豆子要泡多少呢 选好你的容器量一下就知道 土培的豆子可以种的密实些 泡好的豆子可以铺上一层 间隔着稍有重叠也没有关系 一般泡发的豆子会有原来的两倍大 所以你把干豆倒进你的容器 差不多快铺满盆底的三分之二就行了 洗净的豆子我们用清水泡一天 中间换两次水 时间上没有严格的限制 长点短点都行 一天以后如果你能看到豌豆撸嘴了 就可以种了 下面我们开始种豆 我选用了这种很小的花盆 种好了放到厨房的窗台上 做汤的时候捡几个非常方便 在花盆的底部我们铺上室内专用的花盆土 这些土呢我都用微波炉高温加热了六分钟 希望所有的虫卵都已经被杀死 花盆的土的多少根据你的花盆深浅来定一般不用很厚 土放好后我们稍微把它压一下 然后给它浇透水 如果种子种上以后再大量浇水的话 就会把种子冲得到处都是造成播种不均匀 浇完水后我们再把豌豆种子均匀的铺在花头表面 你可以稍微薄薄盖上一层土 也可以像我这样不盖土 不管哪样都给它再补点水 让种子的周围都是湿润的 接下来我们用保鲜膜或者塑料薄膜 把花盆给盖起来 用保鲜膜封盆 一是保温二是保湿 就像给它造了一个小暖棚 不但可以帮助种子提前出苗 而且还可以节省我们的力气 因为在塑料薄膜去掉之前 我们都不用再管它了 最后别忘了再给它扎几个眼 透气 这是我土培豌豆发芽块的一个小窍门 大花盒子里的豌豆 我们用同样的办法种下 豆苗种好以后 我们会给它找一个温暖有光亮的地方 但不要很大的太阳 如果你们家的南窗阳光很充足 请把它留给喜阳的花槽 豆苗喜阴 只要有些散色光 或者是很短时间的光照就可以了 大太阳底下长起来的豆苗 纤维很粗 口感不好 如果你想让豆苗的叶子更绿 再收割前两天把它放到太阳底下 晒晒太阳就好了 这是我土培豌豆苗 让豌豆水嫩的一个小巧门 豌豆种下第一天 小芽就发出来了 我为了照照片打开保鲜膜了 你可以不用动它 让它在小暖房里慢慢长 第二天可以看到豌豆的根已经长得很长了 第三天没顾上看它一眼 随它在小暖房长着 到了第四天 看到埋到土里的豌豆拱出土面 小苗长出来快把保鲜膜撑破了 我就给它们把薄膜打开了 而且还给它们喷了水 这时候你可以摸摸盆头表面 看豆苗是否缺水 如果很干了 就可以给它们浇水了 这是第五天的样子 第六天没拍 这是第七天 豆苗可以采收了 这是第八天 豆芽已经长得密不透风 但还在无忧无虑地长着 接下来豆苗每天都会给你惊喜 每天窜出一大截 家里的各种芽菜苗菜吃不过来 我没顾上收 今天是第九天 整个种植期间 我就只给我的豆苗 喷过一次水 浇过一次水 其他什么都不用干 所以我觉得土培的方法真的很省心 对于忙着上班的朋友来说 第一个周末把豌豆种上 中间只需浇一次水 第二个周末就可以采收到最新鲜的蔬菜 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呢 看到这里也别忧郁了 这个周末赶紧种起来 有什么问题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